我們要解決這個醫生人手不足的問題 我們很需要加大力度 去培訓本地的醫生的供應 在兩間醫學院來講 我們會由2025、2026年度的學年開始 將他們現有的590個學額 加大到650個 我們看過醫療方面的需求 人口老化、科技的進步 以此我們要推動國際醫療創新的樞紐 我們希望提升力量 所以我們覺得第三間醫學院 絕對是一個其中一個選項 我們應該去研究的 但是我們要強調 我們必須要是一間高質素的醫學院 我們很希望第三間醫學院 都跟現有兩間醫學院一樣 但是我們也要明白 新的一間醫學院 有可能會跟現有兩間 造成一個惡性競爭 這是我們要很小心的 就是在現有的 無論他們的財政方面 在教學人手 即是教授人手方面 以致到修生的來源方面 甚至更加重要在教學的設備 我們也要在這方面 要有很小心的考慮 確保新的醫學院 能夠幫助到我們整體的醫療發展 而不會影響現有兩間醫學院的 現有工作甚至他們未來的發展 所以我們在這裏就提出一個要求 就希望這間新的醫學院的建議 是會有一個錯位發展 是有些創新的一些概念 無論在他的財政方面 他的教職員的來源 他的學生的來源 以致到他的教學醫院各方面 香港發展到真真正正的 第三間高質量的醫學院 議員在 получ留待學院的醫學院 和教學醫學院時為 厲害的,教學醫學院